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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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一十三名成员参加 对于他们来说 未来一年能获得资源的多少 将会在这一天尘埃落后 其实从报到前十六名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期待 又夹杂着恐惧 害怕 担心 然后就一直这种情绪在失控 第一届总选没有入围的黄婷婷 坐在舞台上已经七十多分钟了 剩下的名额只剩下四个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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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上 助力赋 当局 助力赋 金恩处的副队长 性格传闻大气 开朗哀笑 那时刻要保持故障无望中心 这任何时候都展现给大家是充满正能量的效 respect 来 甜甜 深呼吸一下 可能有的粉丝会觉得没关系 就是人之常情况 人总会有这样负面的情绪的 但我觉得还是不大好 就是在舞台上的话 还是要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 积极向上的一面 我们S&H的目标是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 好 那么无论如何 不管怎样 今天晚上的全世界的排名结果 应该说 最最会引起大家曾经的跳跃 是不是 偶像应该就是 给大家发挥一个正面的目标 榜样的那样的作用 就比如说我很多方面不完美 但是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 去做好它 就是希望能给大家 当一个这样的榜样 这场总选的残酷 在于他们的结果 完全取决于粉丝的投票数额 所以 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 自己究竟能到达哪个位置 不过来 不过来 你这样的话一定要配合我 要不然我一个人家不住家 在那边去 怎么会进去 你肯定没有了 来 我要说一句 来 走 老妈 命运轨迹 都将潜移默化地 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么恐怖的 我现在情绪很复杂 怎么样 我不知道 应该是开心还是难过 然后 之前我跟他们吹牛 我说我绝对不会在台上哭 然后我忍住了 我今天没有在台上哭 我一下去就疯不住了 好的 那么今天不过天了 然后我进了 然后我进了 刚刚进开心意 你要带酒吧婆一起看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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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请到台 谢谢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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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 由N队代表SNH40 参加了央视的大型网会节目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展现实力的最佳机会 你们如果演出的时候 与这种状态去上台的话 很难了 全都很难了 没有意思吗 来 请下个床上 按现在的事举重新讲 然而 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现场导演的高要求 显然让N队的所有成员 都感受到了挫折 我要到时候啊 导演一直把我强调 他们要的是舞蹈整齐 就是舞蹈整齐 那么第一遍第二遍 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这个场地 然后就是 第三遍最后一遍是最好的 然后就是说 希望大家保持第三遍的状态 挺着急的 不希望每次在台上 踩排那么多时间 而且因为要把时间 花在站位上和动作上 绝对特别丢脸 然后希望就是 一会儿从踩的时候 可以把就是动作练好 但是他们就是刚刚 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 其实就把那个 就是已经差不多可以 便宜了 希望一会儿能 发挥得更好一点 然后在正式路的时候 可以就是变成整齐 这样子 嗯 你用飞动出来 飞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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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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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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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苏鹏位的班长 来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 今天是 在团里面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 但是在外面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差 当然也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只是一个重要的方便 像外面录节目导演会 录完跟我讲 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好 你没有好好看镜头啊 什么你表现很像翻白眼啊 什么你表现很像翻白眼啊 你这个唱的时候怎么唱啊 不能太带动作啊 体型啊 多手术艺的 就是这次录这个节目 就已经注意到很多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了 如果以后参与节目更多 想必应该会更加多的 因为跟我合作的都是那种 有着十几年 或者是 就是反正都快十年 那种老前辈那样的嘛 他们都是精力很丰富的 但是我就是资历非常非常浅的心人 所以 也没有经过那种特别专业的培训 所以也觉得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要更加努力才可以 这样 就是看到很多粉丝 就会追以前的李同说 那个黑黑的时候 圆圆的时候多可爱啊 什么的时候 什么歌也不会唱 舞也不会跳的时候多可爱啊 可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如果那么比现在好的话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人气不高 现在人气高呢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能上场 现在能上场呢 那说明现在的就是最后留下的才是好的 我觉得只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个IDOL的事业上面 投入程度高的话就很享受 很享受的话 嗯 就会把这个事业跟生活融在一起 就会做得很好 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道理就好了 MV出来之前我觉得就是包括MV出来我可能都不一定去看 但是在拍MV过程中在外国见到的东西 然后获得了脑洞 大家自己写的心得啊 那些旅行的东西啊 然后或者是通过这些MV得到的就是妆容和发型的改变 让粉丝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有点买 其实有点买毒还猪的意义了 但是我觉得我不觉得这是不好的 因为既完成了MV这样一个就是类型的工作 必须要做的工作 但是又得到了很巨大的附加价值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对你看就是拍一次MV 然后大家上上次去那个Vlog拍很多美图啊 然后感觉很羔羊啊 又拍了杂志 而且又旅行日记 然后又算是出了国就是见识到了外面的世界 这些东西我觉得比MV本身还要重要 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些关注的粉丝 从他们的微博看出来他们就觉得我是有变化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直是就是 虽然说这个变化可能是成长方面变化 就是不像以前那样 就是不像以前那样没有自信的 虽然现在自信也不是很强 但是总比以前要好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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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半归一下了 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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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我开了一场跳舞的次 五张剧里的舞蹈就跟我们平时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上次拍芒果TV的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生 她刚好也在横店 她也在另一个组里 然后就看了叫我跳的蓝组 在空闲的时候 小居也和每一个同龄人一样 喜欢逛街 爱喝奶茶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走在哪里 她的步伐总是迈得十分坚定 这也许就是梦想的力量吧 那个时候我是天天都是心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 一点过收的工回上海就拍MV 拍完MV又回来 就是感觉现在都是懵的 我都不知道干了啥 这也是我前有戏吗前几天 累死累 前几天晚上很有戏 我还运出来了呢 你录歌了吗 录了 丹 dusk 不是你下来把我问萌吗 对啊 对 张先生 阿姨 赶紧 谢谢 听着我心的一眼 谁将会感受你心中的一切 不抵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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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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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会跟我说 这是第一部戏嘛 就以积累经验为主 啥啥啥压力别大 但是不可能了 反正我不管别人说压力大不大 反正我自己想演好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你成长的一路 还有好多要去经历的呀 就还有很多事情 你都还没经历过 怎么能成为很好的人呢 肯定很好的人家 都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 好的坏的 最终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哪儿 在这边这个吧 前哪儿是什么 我去哪里的哪个子 经济 经济 预备 开始 你们都别哭了 我们一定会得救的 我们一定会得救的 不是我们哭的 不是我们哭的是他 你都多大了还是会哭 再哭 我把你牙吹进去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电视剧 我以前演的戏基本上都是没名字的那种 客串的那种 然后第一次演一个有角色的 然后戏份也蛮重的 而且挺好玩的这么一个喜剧 然后就还被认可 然后他们表扬我了 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被绑架 你太开心了 天哪 我是一次 你是第一次被绑架吗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完了以后再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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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掉微牙 一天下来全身上下都是伤 我现在第一步 极品加丁的时候 我还好 其实只要是能耐住性子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可能会要等待很长时间 这种时候就是 磨练你性子的时候 就要把自己的 爆脾气压下来 这其实都是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而且为人处事上面也要 真诚 真诚 我平时玩着还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段 李智 大傻 真的有点哭 太哭 打头可能会好一点 你能不能不哭 对对 能不能不哭了 你能哭了可不好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小胖胖子 哭了就不好看了 我还不算是一个 合格的偶像 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不完美偶像 我现在就是一个不完美偶像 然后再努力吧 不完美的偶像 包括丑小鸭也知道 会变成天鹅的 可能未来的路上 明天的我 后天的我 大后天的我 那么多个我 这一段时间 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不要害怕也不要放弃 也不要像这些困难低头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处理好的 因为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 很厉害 嗯 很好吧 没事啊 安心还是很坚强 是的 蛮不错在这里 医生都说了 比他们上山中坚强 又怎么叫 现在已经开始做那个了 康复了 康复是吧 大概不久就可以放到普通堂上去 普通堂就可以慢慢练习走路了 嗯 就好了 快的 现在已经都在练习了 还是蛮接近的 嗯 大家好 我是SH48 听门Q的唐安琪 唐安琪 嗯 嗯 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投的每一票 嗯 我知道每一票都非常的来之不易 所以 嗯 我非常珍惜大家对我的爱 爱的多少 不是能用票来衡量的 但是我觉得 它能证明这一年我的进步 嗯 非常感谢那些 能在舞台角落 找到我看见我一直守护我的人 接下来 到我的时间了 接下来的一年 我会努力发光 让你们觉得 觉得 跟着我是对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安琪 在原动力MV拍摄的当天 一通电话震惊了所有人 大家都无法想象的一场意外 就在身边发生了 看他那个照片 就是像整个人都照 整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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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着火 就觉得 我们在这里拍MV 然后他在受苦 然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就很无力 然后希望 安琪真的可以 就是 度过了这一次之后 以后再不要受到任何伤害 非常感谢 一直以来 帮助和支持我的 帮助和支持我的 因为有了大家 有了你们的鼓励和帮助和支持 我现在恢复得很好 我现在恢复得很好 每一天都在努力地锻炼和治疗 希望能早点撑到大家 我很想念你们 很想念N的大家 很想念我的粉丝 想念每一个 为了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 奉献了大家 非常地想念你们 想早点看到大家 想早点感谢大家 感谢每一个 在世界上 对我帮助支持的人 如果不是你们 我可能现在不会 像现在这样 恢复得这么好 来这里的前面十天 没有一天睡着过 第十一天第一次睡着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飘到 我们N队的后台化妆间 我在听他们讲话 我看见小四 小四看不到我 他在看着我后面的人 我就说 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呢 我好想念你们啊 我只要早点回来 你们不要忘了我 我会给你们一起努力 早点回来 你们也要一起加油 不知道哪些人 我走模игр 他在看着你 真好 真的很孙好 留下的归途梦伤 团结的 隐红了 门下光 隐红掠过 留下了一丝悲伤 数了也 倒入出涟漪 无曾相对 和人提起 遮住了 留下的回忆 悄悄 将记起 路日记 手字的 秘密 明明喜欢你 默默低头 将感情藏匿在心中 点点浪漫已翻涌 苦苦守护 像城市南亚已心痛 只留哭泣伴奏 等你曾感动 这首歌对我的意义很重要 它是在我刚来S&H的时候 不能经常上场表演时 能和大家见面的唯一机会 渐渐发芽 扩散心里 就像这首歌的歌词 周明藏一样吧 可能就是在后台 周明藏和大家 等着大家来发现我 这首歌可能就是我的初心吧 满怀期待 对梦想非常执着 我猛猛咚咚 想要在舞台上 想想发光的我 我一直没有忘记 大家拼了命的为我投票 想要守护这首歌 非常地感谢大家 你们真的很棒 因为我也变得很棒 因为有你们 我变成了很棒的人 藏好了吗 藏好了吗 我的感情啊 总是默默的把它藏在心里 明明喜欢你默默低头 将感情藏离在心中 年年浪漫的翻涌 顾顾守候 向前世那样一心痛 只留鼓起白头 的密藏到洞 的密藏到洞 我 我 我 偶然遇见是在什么时候 哪一个无疑是脸红害羞 回味着一件重心的感受 Fall in love 这个季节都还没有成熟 我全程在吃里头的好不好 你跳过了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看一点 多多一点 你开头呀 你早上三点多做造型 然后五点多到这里 然后开始拍摄舞蹈 今天整个状况就是真的很冷 今天还在下雨 就大家的状态还是对都抱在一起 sph 在你的身旁 一起去太阳蜃蜆的地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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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唱这个 我喜欢唱这个 这场今天真要熬演 有猪猪的吗 猪猪 然后面积 来自三十之后 然后就 以为应该是会很快就把冰果拍出来吧 但是从过年回来之后 一直就是人也不急 然后大家都有很多工作了 自己的工作也有很多 之前告诉我们的是25号的时候 是大家都在的 但是前几天又突然有变故 然后说好几个人都来不了 听到我们这个MV的剧情之后 觉得代入感很强 我们MV的剧情就是 班上的有一个同学 因为生病不能来学校 然后我们大家呢 就准备了礼物 然后放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遗物找出来之后 然后给那个孩子 有没有代入感很强 我觉得很庆幸自己能够进入N队 然后跟大家一起成长 N队对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感觉 大家如果发现什么事情的话 都会鼓励对方 和小玉特别擅长跳韩舞 尤其是BGM舞蹈最喜欢的 Korea Dance Machine 来 小玉来一个 小玉来一个 来个什么 来个板板板 你再强项子 板板板 来来来来 这么大牌 小玉的成名座马上就要出来了 模仿蔡羊 来麦麦 你们知道蔡羊吗 就是她 来就是她 来一个 来一个 她是月亮的小羊舞 小羊舞 来来来 太阳要甩链子 太阳要甩链子 来一二一 Go 小羊舞 反正好像这一年下来 就是这前半年下 N队很少有 全部人都一起在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十个啊 十一个 十二个啊 你算人多的时候 感觉挺寂寞的 站在舞台上面 会很寂寞 跳舞的时候 我都会 注视着前方的背影 像那拉达 最近公演就是没有看到这样的身影 就会觉得很落寞 哈哈 多群似的 我都会对 我都会对 你是病人 你这女人 我会对 你千天都在 你这女人 你这女人 听不懂 她不是 sin 那个时候觉得尤其是B30表演完之后觉得就是铁定肯定是大家可以一起拍了 现在想想好天真 最近N队就是生病的孩子还有安琪发生的那种意外的事情都会让心情好像不是很好让大家 我能希望N队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也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坚持地走下去吧 因为毕竟N队已经圆N嘛已经有些人 当时我们在群里面就是说了很多然后at领导at各种领导 然后说能不能让这个Bingo的拍摄可以延迟一段时间 反正当时其实觉得就延多久都没关系 因为觉得只要有一天大家能凑齐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后来说就是说事情已经成定局了没有办法 我希望未来的N队是一个都不少的 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我希望N队永远在一起 Happ no way 性感觉 purchases 每次ys N队永远在一起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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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早已经跟着你走 一抖一抖 每秒都在不安的跳动 爱的美梦 一抖一抖 相信人都会在这里停留 甜蜜的温柔 早已在等候 开往中边的幸福列车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在毛里求斯遇见过这样一条对冲的海岸线 浪潮在这里碰撞与交汇 就像现在的我们 想去玩 就是开开心心地玩 很自由地玩 玩到哪儿试哪儿 然后回来再说 再见了毛里求斯 我习惯了一个生活模式 就是一天两个城市 然后晚上还有工业 再见 一天两城来回奔波 旅途的辛苦是难免的 但路上有结伴而行的成员一起 一切就变得温暖起来了 他们讲博语的 然后前辈对我们说 See you tomorrow 然后我们想说再见 我们先走 他们说 See you tomorrow 可能以后我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就想说 We are Chinese 对 这就是后台真实的模样 等待总是占据了大多数的时间 但片刻的悠闲 也给了大家一起嬉笑打闹的时光 好玩 好玩 别强了 我要世界上这样 有脸这么小的人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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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马来西亚 然后During McKinsey 谢谢你们 还要感谢我们的WebTV Asia 还有葡萄子 最终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 在马来西亚获得的奖项 那H队所有的成员看到了回报 一有时间就会凑在一起排练舞蹈的他们 终于获得了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奖杯 Break Out Artist of the Year 年度最突出艺人奖 大家都是我们H队没有特点 就统一就是舞蹈好 但是我们也想从各个的舞种方面去表达一下 就是更加去诠释一下我们的那个概念 而不是说我们一直提论在那个基本上 梦想谁都有 不要说说而已 我觉得说到了就要做到 以前我刚入团的时候是一个不太爱说话 然后也不是爱特别表现自己的人 自己最大的变化应该是 从内心感觉自己应该去改变 我们首先第一场首演的时候嘛 我当时真的我回来第一件事快乐就是好晚情 因为好晚情真的比排练的时候好了太多太多 为了供应的质量嘛 我们也是在我们H队的人自己在努力地去表达它 没有白费 纵然遥远的距离 纵然遥远的距离 没让你安静在这里 划开这一刻有些情绪放不下 装满梦想的心灵 其实从S2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那个不是很自信的人 然后就是会经常心情会跳不好啊 然后怕老师这样的 虽然现在还是蛮怕老师的 就是他一骂人我 就眼泪就啪自动流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从现在对比以前来看就真的是变化很大 就是自信了很多 就是感觉我站在前面 我觉得我我有自信站在前面 一幅深耀的话 纵然遥远的 爸爸现在其实还是比较 不是很肯定我的 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做出一些让他满意的成绩 但是妈妈现在是全力支持的 跟以前也是完全是两种态度 因为之前都是反对的 两个人都是反对 但是现在有一方支持我了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 我在舞台下着呢 是没有 好 听话 对啊 我们马上就要上了 我们第二首 差点跟他打电话 我们第二首 好 好 我觉得我们H队现在已经正在慢慢的变好 我觉得我们就是经历了S2这个工艺 首先手这个工艺 我觉得我们H队有逐渐的在上升这样子 我感觉到我们对很多人的人气慢慢慢慢有升高这样 孤独的雨中的高兴时 静静的喊走你的样子 各自从一边的 我觉得现在的话肯定还是在上升起转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速度很缓慢的 但是就是大家都是在很努力一起在往前面走 这两个不要挤得特别紧张 大 大 对 123 12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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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紧张 你们不要去担心吹不出 你不要担心吹不出 你紧张了 心里导致肌肉紧张 别担心 小学的时候有参加管员队 但是吹的是小浩 然后现在也都忘掉了 就有七八年没有吹过 他说吹的时候是要含着那个寒片 然后这样的发音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的下嘴唇就被自己咬烂了 你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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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会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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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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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快点了 小元啊 下面能放音乐吗现在 我觉得成员都很努力 然后 量变促成质变 这一天 会得到质的飞跃 如果真的想加入我们SN4TA的话 请拿出百分百的热心 对 然后因为不想再看到谁加入 然后再离开 你跪着还要走的表情要有啊 来吧 别挤步吹 你都上来了吗 后边 下来了 前面好 FMH48 FMH48 2006年 我会让我们对着舞蹈更好 我想 就是这样一群不服输可爱的女孩 组成了这支充满活力的H队 第二次总选 虽然没有H队的成员进入前16名 但这并不会打击他们向前的步伐 相信他们 会用自己特有的元气和舞蹈 一直一直传递偶像的正能量 更多新成员怀揣着梦想追寻着前辈的足迹 从全国各地加入了FMH48这个大家庭 很快 武器生们就聚在一起 开始筹备属于他们的第一场公演 都是之前没有接触过 然后就觉得非常新鲜 然后有时候就可能有一点苦恼吧 因为毕竟动作要排站位啊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就觉得有点难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越来越轻松了 然后到现在就已经非常熟练了 然后我还是感觉很好 FMH48一期生 所有的五期生 以A组和B组的形式 组成了Team X2 其中B组成员将在不久的将来移集到姐妹团 BEJ48和GNZ48 他们从进入SH48这一刻 就知道会有离别 所以大家都格外珍惜彼此在一起的生活 就我觉得一开始进来可能就可以出道了吧 然后没想到还有三个月的训练 然后自己跳舞 我不是学跳舞不是专业的嘛 然后对我来说还挺难的 因为我记性不好 老叔都忘记动作 真的是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留在这儿了 可能也没给自己想后路 就是很想很 当你很想很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会考虑说 以后的后路会怎么样 就是凭着自己的心情就来了 现在很期待一会儿我们要去拍的训练片 现在大家正在等待 然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加油我们的公演的 接下来也会努力的练 然后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公演吧 大家我们出发了 耶 五七声迎来了进团后第一个通稿 他们将一起拍摄首场公演的宣传片 这是属于五七声的第一次全员拍摄 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拍的比想像真的都好像容易一些 前一天晚上我们一直在排练 就希望第二天宣传片能够拍好一点 但第二天到了场地之后 我们除了冷还是冷 其实昨天拍摄我并不是很冷 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比较激动 因为第一次拍宣传片 然后可能心有点火热火热的感觉 所以感觉挺不错的 HKMHH48我们是GMF2 耶 公演就是很 又等了很久 然后也确实为这场公演准备了特别久 觉得哇终于可以站上那个地方 有这种感觉 但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 害怕真的大家做的不够好 毕竟可能准备了那么久 大家所有人一起准备那么久的东西 有一个人有一个小调的差错 就能够影响整个整体吧 就是觉得大家还需要再努力 好看吧 谁想看我好看 尬呀 我要我要 没什么区别 就是这边画的稍微远一点吧 也好看 好看吧 好看吧 就是好人 紧张 紧张 真的紧张 特别 其实有一点害怕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表现得还不错 然后你要打到三里吗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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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a 年轻的海水 就是想我们就是一起努力然后到现在 所以就是我们的公演一定要很成功 还可以表现出最好的东西 谢谢大家 真的吗 你看 给你看一下 我喜欢每个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喝七夕吧 可乐 好久没有喝过可乐 我也喝七夕 好舍不得 以后就再不能见到前辈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都不难过 每次偷偷路过发卡的房间的时候 我都不行 这样太吃汗了 好难过 以后就见不到前辈了 对 好舍不得上海 我要直播过呼吸了 就是已经感觉 这里就是自己家了 突然间要办家了 感觉好舍不得呀 就是感觉 这样感觉 有高兴的部分 也有不高兴的部分 高兴就是可以回家了 不高兴就是和好多的小伙伴就分离了 而且很难再见到 还没有要去广州 没有要再下海了 离别的日子 如期而至 决定前往北京发展的五七升和六七升 率先踏上了旅程 马上要真的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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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动 激动 你叫胡小慧 我喜欢谢蕾蕾蕾 我也喜欢胡小慧 算了 我走开 我走开 走开 一切静在不演中 我说了 我说了 我又哭了 在离开生活中心的时候 他们决定在上海留下他们的第一次远镇 B.K.B.K.J.K.48 我们是B.J.48 AX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不可以缺少的 不可以离开的 跟自己的家一样 就是一个港湾 AX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天挂 剧场如果是港湾的话 AX应该是家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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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存在 是一个人的 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点三票 他来自AX 他的名字叫邵雪葱 因为当时刚入团的时候 不是很有自信 所以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 大家有的时候也比较难以去理解吧 就是因为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然后得到大家认可 所以就会有一些自信 然后其实是 要说自信的话 应该是最近才开始慢慢确立起来的 待会我要去这个三米多的高台上 高台上跳下去 然后底下虽然有电子 就这个大叉那个 任何的这两个人 他把我手机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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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犹豫犹豫犹豫 然后纠结纠结纠结 就是最终也没有跳下去 我真的很失望 我本来都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要证明我是一个很勇敢的女生 结果就是没有跳成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 可以尝试一次 嗯 现在的我 我觉得是比以前 越来越有自信 如果我不自信的话 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可能大家 就是不喜欢看到那个样子 美人 你着想 应该站在那边吧 就觉得 好 就是觉得很可惜 然后 而且那是我们 我们对第一 第一支单曲嘛 对自己有点失望 因为当时是因为 身为眼睛发炎了 然后衣服也没来机换 然后我在底下就啊的脚 然后就是特别着急 我爸妈他们在这下路上还是很支持我的 就是每天都会 微信上都会鼓励我 什么很棒啊 还让我赶紧减肥 什么重要 比我都着急 一万零一百七十九点二票 来自TeamX 她的名字叫宋欣然 好 我记得当时那个汇报 最后有谁进来的时候 我的心就要快跳出来了 感觉要快哭了 当时我是听到中间才听到我的嘛 然后听到我之后 就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 大家好 我是SN48 TeamX的宋欣然 谢谢大家 从小就非常想唱歌跳舞 但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机会学唱歌和跳舞 但是有一天在动漫网站看到一个动漫叫AKBZillazoleful 然后就觉得 哇 原来还有这样的偶像组合可以唱歌跳舞 我就把自己的经历带入到那个动漫里面去 然后就试着报名了SN48的四七声 结果就通过了 刚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四七声 然后并不知道会有个team 然后听说我们是进来被招来做替补的 因为当时SNH的成员都已经招过了嘛 我想我们可能是进来当替补的 结果后来我们应该通过排练 然后几个月相处 就觉得我们就是比较团结了吧 就不想分开 然后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 我们可能不能成为一个队 因为第一人很少 第二可能我们当时的舞蹈并不是很过关 就当时很难过 后来 手演的时候突然之间公布我们就是成为一个team 然后还有自己的logo 还有自己的就是绿色的应援旗 就是队伍的旗子吧 然后叫team x 但是他就觉得很感动很想哭 然后其实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哭过了 所以手演的时候也没怎么哭 排练的时候真的 当时我们知道team x成员的时候 所有人都抱到一起哭得稀里哗了 因为终于有个团队成立了 三 来 手动伸出来 来 一 二 三 切子 笑花嘛 它是一部玄幻剧 在拍笑花的时候 它就是和我想的不一样 就是我第一天去拍 就把大绝局给拍了 就是因为大绝局在那个场景里 然后就得拍了 玄幻剧嘛 就是要后期做特效的 然后就全靠演技 说导演说 哎呀有个东西飞上去了 你就要看 看着那个东西 然后露出那种浮夸的 不是浮夸的 就是那种演技派的 演技派的那种表情去 感觉这个东西真实存在 然后又说这个东西又飞下来了 又怎么样了 然后都是靠自己去感觉 并没有真实存在 所以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这种想象 就像还有纯演技吧 就是这种东西 大学的时候 然后身边有一堆小伙伴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一些48 然后我一开始还不是很了解 后来就被他们带入坑了 看了 然后是看了 关注了很多人的微博 关注他们的最新动向 后来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可以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然后我就决定要努力一次 就报了四七声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每个成员也是 就像我的 对 每个成员都像我的小妹妹一样 因为我是 算是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我就会 不由自主地想去照顾一下 其实我是最亲的一个 他们两个都中蛋了 我还想吐血 我还想吐血 可能会吐血 我现在开始更加在意人家的感受了 就会去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好 最开始是因为就是在毛里求斯的一次工作上的小情绪 因为我之后就是非常清醒的认识到 就算生活中再任性 工作上也是不能任性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易崩溃的状态 难以调节的状态 但是既然我意识到了就是 我感觉好像有在进步了 为什么会站在舞台上 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 努力这种东西 永远永远都是不够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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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队最近都是在反思自己 就是自己的队内 因为我们之前因为参加鬼米少女 公演就上得非常零散 然后之后 我和大头又一直没有上公演 就是经常没有上公演 然后可能我就个人感觉 真的就是有一些遥远 就是开始有一点疏远 我刚进团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 九个月的时间吧 基本上都是也没有九个月 八个月 八个月的时间其实就是 除了公演还有校园行以外 我是没有通告的 一点通告都没有的 是完全是荒废在房间里 平常就是除了练习K4以外 就没有做别的事情了 就是已经是 反正是感觉在房间里要长蘑菇了 然后自从就是 因为公司给了我们大家都有一次面试机会 有个通告 然后很幸运的 这四期生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被选中了 然后感觉从那之后 然后渐渐的开始有了通告 就感觉好像是因为那个通告 然后在公司发现我的闪光点这样的 原来也死了 终于有一次 他们的日子都不过程 虽然我觉得我设计技术还不够好 但是毕竟第一次了 也会太负酒的 很有意思 变成了一个爆肺美争丧丑了 爆肺美争丑 不可怕 是爆肺美争丑 没有啊 你不要不要 你抱得起来嘛 但是可以抱一下就可以了 国美当天不是 我觉得当时自己票数比较低 然后就觉得应该是会被淘汰 我就给老师发回戏说 我说我觉得我应该会淘汰 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 就是问一下能不能 就是直接去别的队代艺 当时老师问我想要去哪个队 我说都可以 我说都可以去哪个都可以 都喜欢 第二天早上六号早上 老师就说就是S队九号的公演 有一个空位置 然后问我能不能学会前四首 然后我问老师是全场都确认 还是只有前四首确认 他说全场都确认 我说我能学会全场 当时我也不是很自信 就是因为当时是六号 九号就要上全场的话 因为那天还是生日公演 是元宇真前辈的生日公演 就觉得这场公演应该很重要 而且是第一次夸队代艺 今天是S队原创公演第一天 就是首演第一天 也是我就是我是我坚任 正式坚任S队第一天 害怕 冯小辉的坚任 代表了S队正式成为一支 由一七声至六七声组成的队伍 准备上一首歌节诲来 此刻的S队成员正在为了新的旅程 原创公演进行排练 为了这场原创公演 他们已经推掉了近两个月的通告 在封闭式训练的每一天 他们都重复着练习站位与动作 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 脚踏实地地完成 一首一首属于他们自己的歌 与此同时 十八个闪耀瞬间的千秋乐公演 也终于到来了 大家并没有因为告别而遗憾 相反 每个人都在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赶快把这段牌剪进去 一定要剪进去 我们许仪少大牌 原创都不想圆 最早前都可以开 最早场公演了 再这一点遗憾 再这一点希望 我许仪少大牌剪进去 我许仪少大牌剪进去 这点 SPA CORO 在之前的话 我是有一段时间 确实感受到S队 整体并没有以前那么好 就不是说好 是状态不好 因为感觉大家 就是比较消沉吧 那段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感觉大家太 循规蹈矩了 是这么意思吗 就是不够放得开 然后现在感觉 大家都特别放得开 感觉大家就更融入的一体了 还挺开心的 S队是成立 虽然是和N一起成立的 但是因为我们队的人员 就是比较复杂 1期生 2期生 3期生 5期生 6期生 然后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都是带着自己的野心 带着自己的想法进来的 然后你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人变成一个团体 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人凝聚在一起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是在慢慢的 能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一个过程当中 排练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和戴蒙吵架 是真的 因为动作上 然后要 因为要统一动作 因为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我们公演好 为了我们舞能跳得更整齐 然后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 很不走心地吵架 就是那种 但是 因为这次原创公演 然后就会有外面的老师进来教嘛 然后 就他说了一个 有一次他说了一个什么动作 然后我和戴蒙就起了奇异 就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样的跳比较好 但他觉得那样的跳比较好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 那个老师瞬间就懵了 但是其他的成员都很淡定 因为他们看惯 看习惯了 我们两个可能就吵了两下 最后 尊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觉得哪个比较好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个 舞能跳得更好嘛 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就吵完之后 订好了 然后没有事情了 然后又打牙闹啊 要订外卖啊 干嘛的 然后那个外面来的老师就 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吵架吗 然后就 就是他很不懂我们这种友谊 还没来得及道别 等几次天黑 等不到星星作陪 无奈妥协 没有你的世界 表情那么短时间那不会更改 明明早就知道却要看着你离开 藏好的眼泪要留下来 万不会无能为你安卖水流 把这代表做的 实话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理解 偶像到底 该做到哪些事情 但是慢慢地有一点明白了 其实偶像就是 就是做自己嘛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 给大家看 但是你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在压力下 让自己过得 好一点 我们队的小朋友其实 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冷 就是总体来说是一个看起来很高冷的队 其实都是很傻的人 然后每个人 其实心里都还抱着那种进来的初心 就是想对舞台的渴望也好 对当明星啊那种想要成为明星的那种心还是一直都在 好 往后来 5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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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假了吗 不是 你不能这样进来之后 不能这样 你脚不要动 你就这样身体往后 我哪里有想演的角色 就是当演员 就是要所有的角色都想演 原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大型的综艺节目 是这个样子的 有了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让更多人认识你 就不光是在我们 就是S&H48的饭圈 让别人知道而已 华学部投票开始 开始 怎么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虐心的节目 因为每期都会淘汰两个人 所以就会尽可能地保住队友 然后就是我们S队 我希望大家都能 都能笑着走下去 因为我真的很不想 就是在镜头面前一直哭 以一七声为主的S队 已经走过了三年 团结与努力是他们的标志 然而有一件事 虽然几乎没有人会明说 但成员们总会对他 有着一份执念 不是会特别介意 自己顺位多少什么的 我只是在想 就是跟我说的顺位是四 然后老是给我调的站位式 因为我在想 我一开始之前在想 哇 这么看得起我 给我四号位 我这么靠前吗 那时候还很激动 然后后来排练排练 然后呢 副歌都是在第三排最边边 第三排五六 就是我们有分数字嘛 就大概是在原台那种方向 打个多少遍了 后面那台的人 不要惨的 不要安排 自己的慈悲清楚了吗 我不可能一个格再去 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一直重复地去找他们一些问题 我们的手眼还没盗 所以你们不能放松 任何一点的体系 不能松懈 一直不太理解 为什么 就是我四号 顺位 顺位竟然告诉我是四号位 为什么我站的是最后面 我就那时候 一直觉得不太理解 但是一直忍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 可能都是综合一点 就是大家可能 这首歌有的人往后 这首歌有的人往前 我就想我其他歌 可能会往前 没想到 昨天排了最后一首快歌 就是帅气的最后一首歌 然后站位又是在后面 然后老师跟我说 说以为我之后要拍戏 我说我戏已经拍完了 但以为我不在 在排站位当中纠结度过 然后因为老师 也是第一次嘛 他有很多可能 他想要的尝试 就是要我们去做了 他才能知道 他的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不管是站位还是动作 都需要老师教我们的过程之中 跟我们一起磨合 就是有可能老师 编排好了一套动作 但是教我们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这样子不如这样子跳 然后就会改掉 然后所以进度就非常慢 今天是我们SN48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作业 准备到最后完成的整个过程中 其实连编曲编舞都换了非常多次 所以就很忐忑 不知道最后的成果大家会不会喜欢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们自己是很爱这场公演的 因为大家真的付出了蛮多的心血的 我们的第一次原创的公演 新的旅程就要开始咯 请大家耐心等待 我是SHVOTE USQ的莫莫莫获 5月20日 SH48史上第一场原创公演正式上演 这是属于Team S2全新的一部 也是属于整个SH48全新的一部 任何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SH48的第一场原创公演 在巨大的压力下 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好评 属于成员们的新梦剧院 每天都在上演 梦想 汗水 与坚持 这一幕幕青春的故事 此刻 他们以整装待发 正在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 我讨论 你们是否在所在的 都是属于成员 智商的约传 新的女生 你能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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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的成分 年轻的 是不停转的青春 你能放红明天 那放的新的 你能够着 我能够着 你能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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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能用S队来给大家展现的 虽然压力也挺大的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 都为这个公演付出了很多 要感谢的人也有很多 要感谢我们的粉丝 要感谢我们的staff 当然了也要谢谢我们自己 正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不停地去琢磨这场公演 至少到现在我觉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希望以后SNH48的原创道路 可以走得更加好 这一季的故事先讲到这里 之后的故事要等你们和我们一同创造了 加油 旅程中猜过的花 你还记得它绽放的样子吗 风景里说过的话 是否值得一辈子铭记吗 留恋吗 一路上任何事 感动吗 当风光相守时 海滩上起过的沙 最后依然被潮水都冲走吧 沉测在心上的疤 沉测在心上的疤 其实都会随时不消散吧 不会吧 不会吧 离开总会回来 骄傲吗 骄傲吗 摘下的花 炎然 会盛开 沉测在我们的舞台 每当世界再变幻 每当世界再变幻 这舞台就是你预长的当晚 沿途是否记得 一起欢笑泪水的火烂 回忆还感动吗 梦是否已在晴空上盛开 十年后再回首 但愿初心不改 明明的飘零之花 你还记得 它最初的样子吗 你上时说过的话 是否值得 坚持过一辈子 无尽吗 三千个夜与日 无为吗 常念的傻与痴 人生像漫长旅途 永远记得 曾和你并肩冲发 在这片屋檐之下 一起度过 最绚烂的年华 幸运吗 都逐渐是海赞 都逐渐是海赞 不舍吗 都别最终是为了回答 绽放在云上的云上 每当世界再变幻 这舞台就是你旅程的当晚 天途是否记得 一起欢笑泪水的伙伴 回忆还感动吗 梦是否已在晴空上盛开 十点后再回首 但愿初心不改 Zither Harp 永恒吗 所谓的成余白 永恒吧 这灯光还会闪亮起来 请回到我们的舞台 每当世界再变幻 这舞台就是你永远的当晚 我会独立记得 每一张脸感受的温暖 不灭的激情海 继续陪我飞向一段之外 十点后再回首 我们初心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7月 让我们继续相聚在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竞争SNH48的成长 竞争一年一度的偶像年度人气总绝选 竞争 谁将摘得第一名的皇冠 比翼齐飞 SNH48 第三届偶像年度人气总绝选演唱会 是SNH48一年一度最大的盛典 去年第二届总绝选演唱会 线上线下共有超过500万人同时观看 今年为了让观众们有更好的体验 本自从绝选演唱会的舞美效果将再次升级 由为Big Bang、五月天、张惠妹、风暴音乐节 打造舞台的顶级舞美团队 为SNH48量身定制专属舞台 势必打造一场最具震撼力的视觉盛宴 除了顶级的舞美团队 演唱会现场更会有神秘嘉宾到场助阵 在2016年 SNH48与众多一线音乐制作人合作 创作了众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本次演唱会将首次披露这些原创歌曲的 总绝选特别版 并将为大家带来与以往不同 风格一新的SNH48 本次总绝选演唱会将继续携手腾讯视频进行全程的线上直播 除了演唱会本身 粉丝丰富的演员也是属于SNH48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线 独特的偶像文化 MIX文化是对传统演唱会应援的突破 将台上台下融合为一体 打造一个新时代新格局的偶像演唱会 本届总绝选共有166名成员参加 除了SNH48之外 B1届48 GNZ48姐妹团的成员也将首次参选 是SNH48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总绝选 届时入选的成员将会获得丰富的奖励 本届总绝选入选成员的总选汇报单局 将邀请亚洲著名歌手及音乐制作人林俊杰 陶哲 心自操刀 为SNH48量身定制三首无曲风格的全金歌曲 其曲风将涵盖目前最流行的 Funky EDM等音乐元素 并由美国格莱美获奖音乐制作团队 担当音乐制作 将确保专辑的制作达到前所未有的 国际定届质量水准 入选成员将获得拍摄影视剧 电影的机会 上海48影视有限公司 及合作伙伴 山东影视传媒集团 华策各顿集团 苏胡 著名电影导演滕华涛 优秀青年导演吴强等 为总决选的入选成员 准备了三部即将投入拍摄的影视剧和电影作品 由著名导演滕华涛监制 林岩导演的青春闺蜜题材大电影 那时可爱的他们将由五名 SNH48总选入选成员担任主角 除此之外 入选成员也将获得各类商业代言 以及大型综艺节目等资源 让我们7月30日 相聚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为SNH48正并呐喊 比翼齐飞 是比较团结了吧 就不想分开 然后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我们可能不能成为一个队 因为第一人很少 第二可能我们当时的舞蹈并不是很过关 就当时很难过 后来 手演的时候 突然之间公布我们 就是成为一个team 然后还有自己的logo 还有自己的 就是绿色的应援旗 就是队伍的旗子吧 然后叫team x 但是觉得很感动 很想哭 然后 其实我们排练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哭过了 所以手演的时候也没怎么哭 排练的时候真的 当时我们知道了 去每次成立的时候 所有人都抱到一起 哭得稀里哗的 因为终于有个团队成立 来 手动伸出来 来 一 二 三 切子 笑花嘛 它是一部玄幻剧 在拍笑花的时候 它就是和我想的不一样 就是我第一天去拍 就把大绝局给拍了 就是因为大绝局在那个场景里 然后就得拍了 玄幻剧嘛 就是要后期做特效的 然后就全靠演技 说导演说 哎呀 有个东西飞上去了 你就要看 看着那个东西 然后露出那种浮夸的 不是浮夸的 就是那种演技派的 演技派的那种表情 去感觉这个东西真实存在 然后又说这个东西又飞下来了 又怎么样了 然后都是靠自己去感觉 并没有真实存在 所以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这种想象 还有纯演技吧 大学的时候 然后身边有一堆小伙伴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一些48 然后我一开始还不是很了解 后来就被他们带入坑了 看了 然后是看了 关注了很多人的微博 关注他们的最新动向 后来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 可以让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然后我就决定要努力一次 就报了四七声 然后就进来了 然后每个成员也是 就像我的 对 每个成员都像我的小妹妹一样 因为我是 算是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我就会 不由自主地想去照顾一下 其实我是最亲的一个 他们两个都中蛋了 我还想吐血了 那是杯子 可能会吐血 我现在开始更加在意人家的感受了 就会去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好 最开始是因为 就是在毛里求斯的一次工作上的小情绪 因为我之后 就是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就算生活中在人性 工作上也是不能任性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 易崩溃的状态 难以调节的状态 但是既然我意识到了 就是 我感觉好像有在进步了 为什么会站在舞台上 也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 努力这种东西 永远永远都是不够的 大胜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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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队最近都是在反思自己 就是自己的队内 因为我们之前因为参加《鬼美少女》 就公演就上得非常零散 然后之后我和大头又一直没有上公演 就是经常没有上公演 然后可能我就个人感觉 真的就是有一些遥远 就是开始有一点疏远 我刚进团一段时间 大概几个月 九个月的时间吧 基本上都是 也没有九个月 八个月 八个月的时间其实就是 除了公演还有校园行以外 我是没有通告的 一点通告都没有的 是完全是荒废在房间里 平常就是除了练习K4以外 就没有做别的事情了 就是已经是 反正是感觉在房间要长蘑菇了 然后自从就是 因为公司给了我们大家都有一次面试机会 有一个通告 然后很幸运的 这四期生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被选中了 然后感觉从那之后 然后渐渐地开始有了通告 就感觉好像是因为那个通告 然后在公司发现有个闪光点这样的 原来原始终于有意思 他们的日子都不过长 虽然我觉得我设计技术还不够 但是你毕竟第一次了 变成了一个报复工争成的 报复工争成的 报复工争成的 是报复工吗 没有 你报复工吗 我好不容易变成到 你报得起来嘛 报得起来 但是可以报一下就开始了 国美当天 我觉得当时自己票数比较低 然后就觉得应该是会被淘汰 我就给老师发回戏说 我说我觉得我应该会淘汰 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 就是问一下能不能 就是直接 就是直接去别的队代艺 当时老师问我想要去哪个队 我说都可以 我说都可以 去哪个都可以 都喜欢 第二天早上 六号早上 老师就说就是S队九号的公演 有一个空位置 然后问我能不能学会前四手 然后我问老师是全场都确认 还是只有前四手确认 他说全场都确认 我说我能学会全场 当时我也不是很自信 就是因为当时是六号 九号就要上全场的话 因为那天还是生日公演 是元宇珍前辈的生日公演 就觉得这场公演应该很重要 而且是第一次夸队代艺 今天是S队原创公演第一天 就是首演第一天 耶 也是我就是 我是我坚任 正式坚任S队第一天 他太太害怕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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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菲 还有 冯小啲的坚任 代表了S队正式成为一支 由一七声至六七声组成的队伍 此刻的S队成员 正在为了新的旅程原创公演进行排练 为了这场原创公演 他们已经推掉了近两个月的通告 在封闭式训练的每一天 他们都重复着练习站位与动作 一天一天 一点一点 脚踏实地地完成 一首一首属于他们自己的歌 你现在就可以上场了真的 自己上场了 我懂 你好美可以了 我以为你的是拉到这儿吧 还编一会儿呢 还得编啊 你这样特别自然 真的你看你这边的领形完美地展现了 与此同时 十八个闪耀瞬间的千秋乐公演 也终于到来了 大家并没有因为告别而遗憾 相反 每个人都在期待这一刻的到来 再点了 快点了 业务很繁忙 还没反复 赶快把这段条件剪进去 一定要剪进去 我们许一耍大牌 圆镇都不想圆 最早情统一开 最早场公演了啊 好好演 再有一点遗憾 再有一点希望 好 好 好了 来来来来 再演了 S.P.S.P.H.P. 走起 S.P.u.To. 在之前的话 我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感受到 S对整体并没有以前那么好 就不是说好 是状态不好 因为感觉大家就是比较消沉吧 那段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感觉大家太行归蹈矩了 是这么意思吗 就是不够放得开 然后现在感觉 大家都特别放得开 感觉大家就更融入的一体了 还挺开心的 S对是成立 虽然是和N一起成立的 但是因为我们队的人员 就是比较复杂 1期生 2期生 3期生 5期生 6期生 然后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都是带着自己的野心 带着自己的想法进来的 然后你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人 变成一个团体 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人凝聚在一起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 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是在慢慢地 能将大家凝聚在一起的 一个过程当中 排练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和 戴萌吵架 是真的 因为动作上 然后因为要统一动作 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我们公演好 为了我们舞能跳得更整齐 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很不走心地吵架 就是那种 但是因为这次原创公演 然后就会有外面的老师进来教 然后就他说了一个 有一次他说了一个什么动作 然后我和戴萌就起了奇异 就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样跳比较好看 他觉得那样跳比较好看 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 那个老师瞬间就蒙了 但是其他的成员都很淡定 因为他们看惯 看习惯了 我们两个可能就吵了两下 最后尊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就觉得哪个比较好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这个 舞能跳得更好嘛 然后我们两个可能就吵完之后 订好了 然后没有事情了 然后又打牙闹啊 订外卖啊干嘛的 然后那个外面来的老师就 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吵架吗 就是他很不懂我们这种友谊 还没来得及道别 等几次天黑 等不到星星作陪 无奈妥协 没有你的世界 到此难过到时耐时间 那不会更改 明明早就知道 却要看着你离开 藏好的眼泪要留下来 万不会无能为你安排 Fear love 把这代表做的事 实话到现在我也不是很理解 偶像到底该做到哪些事情 但是慢慢地有一点明白了 其实偶像就是做自己嘛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给大家看 但是你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在压力下 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我们队的小朋友其实 虽然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冷 就是总体来说是一个 看起来很高冷的队 其实都是很傻的人 然后每个人 其实心里都还抱着那种 进来的初心 就是想对舞台的渴望也好 对当明星啊那种 想要成为明星的那种心还是一直都在 往后来 五 四 三 二 你要 有五 二 太假了吧 不是 你不能这样进来的时候 不能这样 你脚不要动 你就这样身体往后 我哪里有想演的角色 就是当演员就是要所有的角色都想演 原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型的综艺节目 是这个样子的 有了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吧 让更多人认识你 就不光是在我们就是S&H48的饭圈 让别人知道 国学部投票开始 怎么说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虐心的节目 因为每期都会淘汰两个人 所以就会尽可能地保住队友 然后就是我们S队 我希望大家都能 都能笑着走下去 因为我真的很不想 就是在镜头面前一直哭 加油 劫难中 劫难中 谢谢 谢谢粉丝 以一区声为主的S队 已经走过了三年 团结与努力是他们的标志 然而有一件事 虽然几乎没有人会明说 成了这支充满活力的H队 第二次总选 虽然没有H队的成员进入前16名 但这并不会打击他们向前的步伐 相信他们会用自己特有的元气和舞蹈 一直一直传递偶像的正能量 更多新成员怀揣着梦想 追寻着前辈的足迹 从全国各地加入了SH48这个大家庭 很快 武器生们就聚在一起 开始筹备属于他们的第一场公演 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 然后就觉得非常新鲜 然后有时候就可能有一点苦恼吧 因为毕竟动作要排站位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就觉得有点难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就越来越轻松了 然后到现在就已经非常熟练了 然后我还是感觉很好 所有的舞器生 以A组和B组的形式 组成了Team X2 其中B组成员将在不久的将来 移集到姐妹团 BEJ48和GNZ48 他们从进入SH48这一刻 就知道会有离别 所以大家都格外珍惜彼此在一起的生活 就我觉得一开始进来可能就可以出道了吧 然后没想到还有三个月的训练 然后自己跳舞 我不是学跳舞 不是专业的嘛 然后对我来说还挺难的 因为我记性不好 老叔都忘记动作 真的是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留在这儿 可能也没给自己想后路 就是很想很 当你很想很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也不会考虑说以后的后路会怎么样 就是凭着自己的心情就来了 我现在很期待一会儿我们要去拍的训练片 现在大家正在等待 然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加油我们的公演的 接下来也会努力的练练 然后请大家期待我们的公演吧 大家我们出发 耶 武器声迎来了进团后第一个通稿 他们将一起拍摄首场公演的宣传片 这是属于武器声的第一次全员拍摄 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拍的比想真的都好像容易一些 前一天晚上我们一直在排练 就希望第二天宣传片能够拍好一点 但第二天到了场地之后 我们除了冷还是冷 其实昨天拍摄我并不是很冷 因为其实我心里面比较激动 因为第一次拍宣传片 然后可能心有点火热火热的感觉 所以感觉挺不错的 HKMHH48我们是DF2 公演就是很 又等了很久 然后也确实为这场公演准备了特别久 觉得 哇终于可以站上那个地方 有这种感觉 但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 害怕真的大家做的不够好 毕竟可能准备了那么久 大家所有人一起准备那么久的东西 有一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差错 就能够影响整个整体吧 就是觉得大家还需要再努力 好想看我好尴尬 谁想看我好尴尬 我要我要 没什么区别 就是这边画的稍微远一点了也好 好 好看吧 好看吧 谢谢 谢谢 你在录吗 嗯 真的你在录啊 谢谢雷雷 谢谢雷雷小妹妹 你好 今天你太紧张了 她是姐姐 我很害羞 不要害羞 不要慌 不要慌 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 就你不是好人 紧张 真的紧张 特别 其实有一点害怕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 小心的 还不错 你要打个下礼包 加油 加油 就是想我们就是一起努力 然后到现在 所以就是我们的公演 一定要很成功 然后还要先出最好的东西 谢谢大家 你用数字去慢慢的训练 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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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数字去慢慢的训练 就是你 你用数字去慢慢的训练 就是你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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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一下 我喜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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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七夕吧 可乐 好久没有喝过可乐 每次七夕 好舍不得 以后就再也不能见到前辈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这么难怪 每次偷偷路过发卡的房间的时候 我都不行 这样太吃汗了 好难怪 以后就见不到前辈了 对 好舍不得上海 我要直播过呼吸了 就是已经感觉 这里就自己家了 突然间要搬家 那种感觉 好舍不得呀 就是感觉这样的感觉 有高兴的部分 也有不高兴的部分 高兴就是可以回家了 不高兴就是 有好多的小伙伴就分离了 而且很难再见到 还没有要去广州 不要再笑孩子 离别的日子如期而至 决定前往北京发展的五七生 和六七生 率先踏上了旅程 马上要正在走了 好 激动 激动 你最可爱 怪怪的 好奇怪的心情 嘿 我叫胡小慧 我喜欢谢蕾蕾 我也喜欢胡小慧 算了 我走开 回来 嗯 一切静在不严重 哈哈 有啊 不错 不错 哎呦我又哭了呢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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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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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对于我来说的话,是不可以缺少的,不可以离开的,跟自己的家一样啊,就是一个港湾。 X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天挂,剧场如果是港湾的话,X应该是家吧,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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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存在。 因为当时刚入团的时候,不是很有自信,所以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也比较难以去理解吧,就是因为取得了理想的成绩,然后得到大家认可。 所以就会有一些自信,然后其实是,要说自信的话,应该是最近才开始慢慢确立起来的。 待会我要从这个三米多的高台下,高台上跳下去,然后底下像有电子。 就这个大叉那里。 就这个大叉那里。 那可能的,这个感觉又要保护自己的。 现在有点,他不是有石膏药吗? 我这儿。 结果我一站上去就怂了。 然后就是有点恐高嘛。 然后虽然底下有毯子,然后也有就是安全措施。 但是自己就是不敢想象跳下去之后的那个感觉。 所以就一直犹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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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纠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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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最终也没有跳下去。 我真的很失望。 我本来都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要证明我是一个很勇敢的女生。 结果就是没有跳下去。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次。 我希望你能够认识一次。 现在的我,我觉得是比以前越来越有自信。 如果我不自信的话,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大家就是不喜欢看到那个样子。 食重围她们房子ã Oops & 还有其它 祖 kampang specially会。 与所有人看到已经年轻咸 vardır。 使女 bored。 让你小心。 是想เล搞的А playoffs。 我摇红球扒买和了一堆坠绒买。 菁菁。 就是覺得很可惜 然後而且那是我們對第一支單曲 對自己有點失望 因為當時是因為 身為眼睛發炎了 然後衣服也沒來機換 然後我在底下就 在腳 然後就是特別著急 我爸媽他們在這下路上還是很支持我的 就是每天都會 微信上都會鼓勵我什麼 你說什麼很棒啊 還讓我趕緊減肥 什麼怎麼樣 比我都著急 一萬零一百七十九點二票 來自TeamX 她的名字叫宋欣然 好 我記得當時那個彙報 最後有誰進了的時候 我的心就要快跳出來了 感覺要快哭了 當時我是聽到中間才聽到我的嘛 然後聽到我之後就 就終於一塊石頭落地了 大家好 我是SH48 TeamX的宋欣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從小就非常想唱歌跳舞 但是因為一直都沒有機會 學唱歌和跳舞 但是有一天 在動漫網站看到一個動漫叫 AKB0014A 然後就覺得 哇 原來還有這樣的偶像組合 可以就是唱歌跳舞 我就把自己的經歷 帶入到那個動漫裡面去 然後就 試著報名了 SNH14A的四七生 結果就通過了 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是四七生 然後並不知道會有個Team 然後聽說我們是進來 被招來做替補的 因為當時SNH的成員 都已經招過了嘛 我想我們可能是進來當替補的 結果後來 我們應該通過排練 然後幾個月相處 就覺得我們 就得經驗為主啊 啥啥啥啥 壓力別大 但是不可能了 反正我不管別人說 壓力大不大 反正我自己想演好 這樣一個角色 因為你成長的一路 還有好多要去經歷的呀 就還有很多事情 你都還沒經歷過 怎麼能成為很好的人呢 肯定很好的人家 都是經歷了各種各樣的 好的壞的最終 才會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在哪兒 在這邊這個吧 前老師你是不是有一個更好的人 我認識自己的 你跟自己的 經紀 經紀 啊經紀 預備 開始 嗯嗯嗯嗯嗯嗯嗯 你們都憋哭了 嗯嗯嗯嗯嗯 我們一定會得救的 嗯嗯嗯嗯嗯嗯 我是我們哭的 不是我們哭的 不是我們哭的是他 嗯嗯嗯嗯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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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都多大了壞 crumbs會哭 嗯嗯嗯嗯呀 你再哭。我把妳壓吹進去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演電視劇 我以前演的戲基本上都是沒名子的那種 客串的那種 然后第一次演一个有角色的 然后戏份也蛮重的 而且挺好玩的这么一个喜剧 然后就还没认可 然后他们表扬我了 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第一次被绑架 你太开心了 是啊 我是第一次被绑架 对对对对 完了以后再说 完了以后 我给你讲 对对对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我敢敢 有有用 从前 在在 在一样东西 好吗 拍戏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怕吃苦 因为拍戏其实你们 大家看着就 啊演员怎么怎么样 哎呀太就是妆化的很浓啊 然后头发做得很漂亮 衣服穿得很豪华怎么样 然后天天还有就是有助理伺候 但是你知道吗 像拍一部打戏的时候 掉尾牙 一天下来全身上下都是伤 我现在第一部极品加丁音的时候 我还好其实只要是能耐住性子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要等待很长时间 这种时候就是磨练你性子的时候 就要把自己的爆脾气压下来 这其实都是要做到的一些事情 而且为人处事上面也要真诚 真诚 我平时玩着还不一样 所以就是这样一种 你是 大傻 真的有点哭 哭 哭 他妈的打头可能会好一点 你能不能不哭 对对对能不能不哭了 你能哭了口不好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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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偶像 我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不完美偶像 我现在就是一个不完美偶像 然后再努力吧 不完美的偶像 包括丑小鸭也知道会变成天鹅的 可能未来的路上 明天的我 后天的我 大后天的我 那么多个我 这一段时间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不要害怕也不要放弃 也不要像这些困难低头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处理好的 因为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 天气 很好吧 没事 安静还是很坚强 是的 蛮不错 在这里 医生都说了比他们上香中坚强 又怎么叫 现在已经开始做康复了 大概不久就可以放到普通堂上去了 普通堂就可以慢慢练习走路了 就好了 快的 现在已经都在练习了 还是满街长 我是SH48 Team 2的唐安琪 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投的每一票 我知道每一票都非常的来之不易 所以我非常珍惜大家对我的爱 爱的多少 不是能用票来衡量的 但是我觉得它能证明这一年我的进步 非常感谢那些能在舞台角落 找到我 找到我 看见我 一直守护我的人 接下来 到我的时间了 接下来的一年 我会努力发光 让你们觉得 跟着我是对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我还拍MV 然后她在受苦 然后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就很无力 然后希望 嗯 安琪 真的可以 就是 度过了这一次之后 以后再不要受到任何上啊 非常感谢 一直以来 帮助和支持我的 大家 因为有了大家 有了你们的鼓励和帮助和支持 我现在恢复得很好 每一天 都在努力的锻炼和治疗 希望能早点撑到大家 我很想念你们 很想念N的大家 很想念我的粉丝 想念每一个 为了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 我 封键了大家 非常地想念你们 想早点看到大家 想早点感谢大家 感谢每一个在世界上对我帮助继续的人 如果不是你们 我可能现在不会 像现在这样恢复得这么好 来这里的前面十天 没有一天睡着过 第十一天第一次睡着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飘到我们N队的后台化妆间 我在听他们讲话 我看见小四 小四看不到我 他在看着我后面的人 我就说 为什么你们看不到我呢 我好想念你们啊 我只要早点回来 你们不要忘了我 我会跟你们一起努力早点回来 你们也要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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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何人提起 遮住了留下的回忆 悄悄 将继续录日记忆 手字的秘密 明明喜欢你 默默低头 将感情藏匿在心中 点点浪漫一发油 苦苦守候 像城市南亚一心痛 只留哭泣奔奏 等你曾感动 这首歌对我的意义很重要 她是在我刚来SH的时候 不能经常上场表演时 能和大家见面的唯一机会 就像这首歌的歌词 周明藏一样吧 可能就是在后台 周明藏和大家 等着大家来发现我 这首歌可能就是我的初心吧 满怀期待 对梦想非常执着 懵懵懂懂 想要在舞台上想想发光的我 我一直没有忘记 大家拼了命的为我投票 想要守护这首歌 非常的感谢大家 你们真的很棒 因为我也变得很棒 因为有你们 我变成了很棒的人 藏好了吗 藏好了吗 我的感情啊 总是摸摸地把它藏在心里 你明明喜欢你默默地痛 将感情藏离在心中 永远浪漫与花涌 孤独守候 像前世那压抑郁心痛 只留鼓起白头 的迷藏��楼 的迷藏当都 Woo Woo 偶然遇见是在什么时候 哪一个无疑是脸红害羞 回味着一件衷心的感受 Fall in love 这个季节都没有成熟 我全程在吃几头的好不好 你跳过了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我们看一点 你开头呀 你早上三点多做造型 然后五点多到这里 然后开始拍摄舞蹈 今天整个状况就是真的很冷 今天还在下雨 就大家的状态还是都抱在一起 在一个身旁 一起去太阳升起的地方 到到到到到 到到到到 我想唱这个 我想唱这个 想唱这个 我想唱这个 吃的那个烧菜 有猪猪的吗 猪猪 那次30之后 然后就 以为应该是会很快就把冰果拍出来吧 但是从过年回来之后 一直就是人也不齐 然后大家都有很多工作了 自己的工作也有很多 之前告诉我们的是 25号的时候是大家都在的 但是前几天又突然有变故 然后说好几个人都来不了 听到我们这个MV的剧情之后 觉得代入感很强 我们MV的剧情就是 班上的有一个同学 因为生病不能来学校 然后我们大家就准备了礼物 然后放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把所有的礼物找出来之后 然后给那个孩子 有没有代入感很强 我觉得很庆幸自己能够进入N队 然后跟大家一起成长 N队对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感觉到有家的感觉 大家如果发现什么事情的话 都会鼓励对方 何小玉特别擅长跳韩舞 尤其是B-Band舞蹈 最喜欢的 来小玉来一个 来小玉来一个 来个B-B-B-B 你最强项子 B-B-B-B 这么大牌 小玉的成名座马上就要出来了 我访蔡羊 来B-B-B-B 你们知道太阳吗 就是她 来就是她 来小羊子 她是月亮的 她是月亮的 她是小羊头 来来来来 太阳要甩链子 小羊子 来一二一 Go 小羊子 反正好像这一年下来 就是这前半年下 N队很少有全部人都一起在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十个啊 十一个十二个啊 已经算人多的时候 感觉挺寂寞的站在舞台上面 会很寂寞 跳舞的时候 我都会注视着前方的背影嘛 像那拉达 最近公演就是没有看到这样的身影 就会觉得很落寞 在望着变得幸福烈场 I love you do 那个时候觉得尤其是B-30 表演完之后觉得就是铁定 肯定是大家可以一起拍了 现在想想好天真 最近N队就是生病的孩子 还有安琪发生的那种意外的事情 都会让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让大家 我能希望N队一直这样下去 也希望 以后大家能够坚持地走下去吧 因为毕竟N队已经 原恩嘛 已经 有些人 当时我们在群里面 就是说了很多 然后 和各种领导 然后说能不能让这个Bingo的拍摄 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反正当时其实觉得就延多久都没关系 因为觉得只要有一天 大家能凑齐感觉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后来说 就是说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没有办法 我希望未来的N队是一个都不少的 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我希望N队永远在一起 我会 暗的跳動 愛的美夢 一逗一逗 相信緣分 會在這裡停留 甜蜜的溫柔 早已在等候 開往終點的幸福列車 Oh my God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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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毛里求斯遇見過這樣一條對沖的海岸線 浪潮在這裡碰撞與交會 就像現在的我們 想去玩 就是開開心心地玩 很自由地玩 玩到哪兒試哪兒 然後回來再說 再見了毛里求斯 我習慣了一個生活模式 就是一天兩個城市 然後晚上還有公演 一天兩城來回奔波 旅途的辛苦是難免的 但路上有結伴而行的成員一起 一切就變得溫暖起來了 他們講國語的 然後前輩對我們說 See you tomorrow 對 然後我們想說再見 我們先走了 他們說 See you tomorrow 可能以後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就想說 We are Chinese 對 這就是後台真實的模樣 等待總是佔據了大多數的時間 但片刻的悠閒 也給了大家一起嬉笑打鬧的時光 好玩耶 別搶我 別搶我 我是就像這樣 有臉這麼小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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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吃 是 整個 詞 wn 1 10 1 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 在马来西亚获得的奖项 让H队所有的成员看到了回报 一有时间 就会凑在一起排练舞蹈的他们 终于获得了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奖杯 Break out Artist of the Year 年度最突出艺人奖 直接走吧 那我们来吧 直接走 大家都说我们H队没有特点 就统一就是啊 舞蹈好 但是我们也想 从各个的五种方面去表达一下 就是更加去诠释一下我们那个概念 而不是说我们一直提论在那个基本上 梦想谁都有 不要说说而已 我觉得说到了就要做到了 以前我刚入团的时候是一个 不太爱说话 然后也不是爱特别表现自己的人 自己最大的变化应该是 从内心感觉自己应该去改变 有限的运动 安静的生活 我们手牵手 第一场首演的时候嘛 我当时真的 我回来第一件事快乐就是好晚情 因为好晚情真的比排练的时候好了太多太多 爱的美梦 在风中 开始绽放下楼 为了供应的质量嘛 我们也是在我们H队的人 自己在努力地去跟他跳了成长 真的没有想过因为自己觉得自己的人气也不是在H队是最高的 然后也明白了就是舞台表现力就是真的是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然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快过来快过来 快过来快过来 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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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会经常心情会跳不好啊 然后怕老师这样 虽然现在还是蛮怕老师的 就是他一骂人 我就眼泪就啪自动流下来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 就从现在对比以前来看 就真的是变化很大了 就是自信了很多 就是感觉我站在前面 我觉得我有自信站在前面 一幅深耀的话 纵然遥远 爸爸现在其实还是比较 不是很肯定我的 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做出一些 让他满意的成绩 但是妈妈现在是全力支持的 跟以前也是 完全是两种态度 因为之前都是反对的 两个人都是反对 但是现在有一方支持我了 我觉得已经很开心 不会被拉近 做人要的 我在舞台下着呢 新闻扬了 好 听完 对啊 我们马上就要上了 我们第二首 差点再加上 我们第二首歌 好 没关系 就算我们分开 我觉得我们H队现在 已经正在慢慢地表现 我觉得我们就是经历了 S2这个工艺 首先手这个工艺 我觉得我们H队有逐渐地在上升 这样子 我又感觉到我们对很多人的人气慢慢慢慢有升高 我觉得现在的话肯定还是在上升起段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速度很缓慢的 但是就是大家都是在很努力一起在往前面走 我觉得现在的话肯定还是在上升起段 因为我们一直就是速度很缓慢的 所以不要紧张 你们不要去担心吹不出 你不要担心吹不出 你紧张了 心里导致肌肉紧张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上升中 像一一名語音乐 让我们加速度很高 在上升中 衔 UI 好像一般转体了 不是有飞摇子吗 现在呢 都是有飞气的 但是吹的是小号 而现在都忘掉了 就有七八年没有吹过 她要吹的时候是要含着那个含片 然后这样的发音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的下嘴唇就被自己咬烂了 我觉得成员都很努力 然后量变促成质变 这一天会不到质的飞用 如果真的想加入我们SNSROTA的话 请拿出百分百的热心 对 然后因为不想再看到谁加入 然后再离开 你跪时还要走的 表情要有啊 来吧 别紧不吹 你都上来了吗 后边 上来了 好 随便好 二零六年我会让我们对着舞蹈更好 我想就是这样一群不服输可爱的女孩 做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正是SNH40成员 在每次演出前相互激励的一种形式 在第二届总选演唱会开场前 每个成员都手拉着手 用最大的声音 喊出自己队伍的名字 第二届总选 共有来自SNHX 四支队伍 共73名成员参加 对于他们来说 未来一年能获得资源的多少 将会在这一天尘埃落后 其实从报到前16名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期待又夹杂着恐惧 害怕 担心 然后就一直就是这种情绪在 有点失控 第一届总选没有入围的黄婷婷 坐在舞台上已经70多分钟了 剩下的名额只剩下四个 我们现在二宣布地 第四位 得票数 35189票来自TeamN2 黄婷婷 上 助理赋单确 助理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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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是SNH国庭内 新闻出的副队长 性格纯温套气开朗哀笑 那时刻呢 保持股浪漫中心 在任何时候呢 都呈现给大家是充满正荣量的笑容 来 甜甜深呼吸一下 深呼吸一下 可能有的粉丝会觉得没关系 就是人之常情况 人总会有这样负面的情绪的 但我觉得还是不大好 就是在舞台上的话 还是要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 积极向上的一面 我们SNH的目标是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好 那么 无论如何 不管怎样 今天晚上的川普世纪的排名结果 应该说 最最会引起大家神经的跳跃 是不是啊 而且这一刻我们也不希望 偶像应该就是 给大家发挥一个正面的目标 榜样的那样的作用 就比如说我很多方面不完美 但是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好它 就是希望能给大家 当一个这样的榜样 这场总选的残酷 在于他们的结果 完全取决于粉丝的投票数额 所以 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 自己究竟能代表哪个位置 你这样的话一定要配合我一下 要不然我一个人家不住家 到那边去 什么合计 你肯定没有了 那咋回 我说你还是要去 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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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我 даже是这样的 сп缓 他们即可 然后 很難我 然後之前我跟他們吹牛我說 我絕對不會在台上哭 然後我忍住了我今天沒有在台上哭 我一下去就瘋不住了 我今天不是公圈了 然後我進了 剛剛今天是你的公圈 你要帶著外婆一起看呀 好 好 那你請到台上 謝謝 拜拜 2015年底 由N隊代表SNH40 參加了央視的大型網會節目 這對於他們來說 是展現實力的最佳機會 你們如果演出的時候 以這個狀態去上台的話 完蛋了 全都完蛋了 沒有意思嗎 來 請下個重心上 按現在的事去重心上 然而 一切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 現場導演的高要求 顯然讓N隊的所有成員 都感受到了挫折 我要唱什麼啊 導演一直幫我強調 他們要的是舞蹈整個戲 就是舞蹈整個戲 那麼第一遍第二遍 我們可能不是很熟悉的這個卡地 然後就不是那個 第三遍最後一遍是最好的 然後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保持第三遍的狀態 挺著急的 不希望每次在台上 踩台那麼多時間 而且因為要 把時間花在站位上的動作上 絕對 特別丟臉 然後希望就是 一會兒總踩的時候 可以把 就是動作練好 但是他們就是剛剛 第二遍第三遍的時候 其實就買了一個 就是已經 差不多可以 然後希望一會兒能 發揮得更好一點 然後在正式錄的時候 可以 就是非常整齊 這樣子 嗯 好 你給我拍照看 啊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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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 四位同位同學班長 來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你們 今天是 我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我想 我想全部都給你們 謝謝大家 在團裡面 覺得自己做得還不錯 但是在外面的話 覺得自己各方面 都很差 當然也沒有經過專業培訓 只是一個重要的方便 像外面 錄節目 導演會 錄完跟我講 你這個地方做得不好 你沒有好好看鏡頭啊 什麼 你表情很像翻白眼啊 你這個 呃 唱的時候怎麼唱啊 不能太呆 動作啊 體型啊 多少注意的 就是這次錄這個節目 就已經注意到很多 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了 如果以後參與節目更多 想必應該會更加多的 因為跟我合作的 都是那種 有著十幾年 或者是就是 反正都快十年 那種老前輩那樣的嘛 他們都是經歷很豐富的 但是我就是 自力非常非常淺的心人 所以 而且沒有經過那種 特別專業的培訓 所以也覺得 都是自己摸索出來的 要更加努力才可以 這樣 就是看到很多粉絲 就會追以前的李童說 那個黑黑的時候 圓圓的時候多可愛啊 什麼的時候 什麼歌也不會唱 舞也不會跳的時候 多可愛啊 可是我覺得 那個時候 如果那麼比現在好的話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 人氣不高 現在人氣高呢 為什麼那個時候 不能上場 現在能上場呢 那說明現在的 就是最後留下的才是好的 我覺得 只要全心全意地 投入在這個 IDOL的事業上面 投入程度高的話 就會很享受 很享受的話 就會把這個事業跟生活 融在一起 就會做得很好 然後找到 自己的道路就好了 好 MV出來之前我覺得 就是包括MV出來 我可能都不一定去看 但是在拍MV過程中 在外國見到的東西 然後獲得了腦洞 大家自己寫的心得啊 那些旅行的東西啊 然後 或者是通過這些MV 得到的就是 妆容和髮型的改變 讓粉絲能看到 不一樣的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有點 其實有點買毒還豬的意義了 但是我覺得 我不覺得這是不好的 因為 既完成了MV 這樣一個就是 例行的工作 必須要做的工作 但是又得到了 很巨大的附加價值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對 你看就是拍子MV 然後大家上上次去那個 Vlog拍很多美圖啊 然後感覺很羔羊啊 又拍了雜誌 而且又旅行日記 然後又算是出了國 就是見識到了外面的世界 這些東西 我覺得比MV本身還要重要 然後因為我自己就是 也有一些關注的粉絲 從他們的微博看出來 他們就覺得 我是有變化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一直是就是 雖然說這個變化 可能是成長方面的變化 就是不像以前那樣 就是不像以前那樣 沒有自信的 雖然現在自信也不是很強 但是總比以前要好一些 謝謝 辛苦 會吧 會吧 回答回答回答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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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一场跳舞的词 舞传剧里的舞蹈 就跟我们平时跳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上次拍那个芒果TV的剧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女生 她刚好也在横店 她也在另一个组里 然后就看了叫我跳的蓝组 然后你转着地点 在空闲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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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闲的时候 小鞠也和每一个同龄人一样 喜欢逛街 爱喝奶茶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走在哪里 她的步伐总是迈得十分坚定 这也许就是梦想的力量吧 那个时候我是天天都是戏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 一点过收的工 回上海就拍MV 拍完MV又回来 就是感觉现在都是懵的 我都不知道干了啥 这个是我前一天很有戏吗 前一天 累 前一天话说很有戏 我害你不来了呢 你录歌了吗 你录了吗 好吧 不是 你想把我问萌吗 对啊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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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也会跟我说 哎呀这是第一部戏嘛 就已经